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油画在绘画领域中一直相当受到众人的喜爱 除了颜色细腻外 又能够长时间保存 还有浓稠厚实的画面机理 这些都是油画与众不同 独具魅力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舒锦杰老师 台式大艺术教育博士 从事绘画创作与教学已有三十多年 很高兴能和Omiya合作 让我有机会将多年的油画教学经验和大家分享 学油画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照着图片画 这个阶段学习有三个目的 扎实学会调色 熟悉油画特性 以及完整体验作画过程 我们会慢慢练习各种技巧 了解如何画出一张油画 第二个阶段 照着实景画 要画的具体 就要掌握明暗五大调 高光 中间调 明暗交界线 反光 投影 学会观察光源 并学会画出金属 玻璃 瓷器等等不同质感 这些技巧 将帮助你画出更精彩的油画作品 最后要照着自己画 我们会一起进行肖像与风景的油画创作 你也可以选自己想画的内容来画 学油画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学能力 千万不要只是照着老师画 老师不在就不会画 而是应该在上完课之后 没有老师 你也可以自己完成作品 这也是本课程主要的教学目的 即使你没有任何素描或绘画基础 只要照着课程进度操作 也能够轻松上手 欢迎加入我们的学习行列 油画的规矩不多 100个油画家有100种方法 只要你了解油画 顺着油画特性多加练习 接下来的都是你的天下